歐巴CALL今天帶大家來看看 以萬鑾豬腳出名的安可蘆 他們在大溫地區有兩家店 一家是在這個置地廣場的安可蘆 另外一個是在溫哥華的Corner 23 他們家做的萬鑾豬腳可以說是 很正宗遠近馳名 這個萬鑾豬腳的特色是說 他以很繁複的攻法 去除豬腳的這個腥味 並且呢 保持他Q彈的特性 那這是南部的台灣人很喜歡吃的一個食物 吃冷的吃熱的都各有特色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試看看 但是今天我們不是要試他的萬鑾豬腳 而是要試他的其他小吃 像鵝仔煎 還有麻油雞 來看看他們這些其他傳統的台灣菜做的如何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這個鵝仔煎呢 一定要焦這個醬汁 他這個醬汁呢 是有醬油膏 還有一些這個 這個 甜醬 那這個醬呢 是幫助這個 阿煎有比較濕潤的口感 讓你吃起來呢 會比較順滑 然後也會比較入味 那吃了阿煎 他的一個很重要就是他的溫度 就是說吃了阿煎 它必須是要熱的吃 他如果是你買外帶回來 然後涼了 你一定要加熱 要不然的話 他這個鵝仔煎是會變硬 然後會變得很難下咽 所以 一定要把他加熱過後 之後 讓他熱清騰騰 他的鵝仔煎的那個皮 它會比較的軟嫩 然後那時候呢 再配合這個 這個很大的鵝仔 還有他的一些菜啊 跟蛋 吃起來是非常的有層次的 第二個我們要試的是他的麻油雞鍋 麻油雞呢 對台灣人來說是一個冬季進補 跟這個春季強生的很好的一個湯品 那他裡面呢 就是會有薑阿 麻油和雞腿肉 那他這個雞腿肉呢 他都是幫你去骨的 所以他就像那個 雞塊的那種感覺 那可是他還是帶著皮的 所以他的這個 雞的這個味道呢 是 非常的鮮嫩 再來就是說 他這個薑會把這個 雞的腥味全部去掉 然後他又有用米酒啊 去煮 所以呢 他那個味道是特別的香 這兩道加起來呢 總共大概是26塊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歐巴Ko 如果你喜歡北美生活的頻道 請訂閱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去吧 λ